我们可以描述一颗西瓜一粒苹果 但是当我们要数绿豆或是食盐 颗粒那么小的微小粒子 你可能要用一袋一袋的绿豆 一包一包的食盐 一袋或是包围单位才方便而使用 在生活中我们常会用一些技术单位 比如说一双鞋等于两只鞋 比如说一打饮料等于12瓶饮料 一打等于12瓶 那么要计算一滴水 在这一滴18公克的水里面 这一滴水的数量 那到底应该怎么去数它呢 让我们看看这一滴18公克的水里面 到底有多少水分子 放大放大再放大 当你放大到可以看得到活药的水分子的时候 你能够数得出来它有几颗吗 这么多 到底要怎么算呢 真的是用一颗一颗的水分子吗 还是我们可以参考绿豆 食盐 以另外一个量词作为单位来描述它呢 科学家们订定一个实用且庞大的技术单位 来表达微小的粒子 譬如原子和分子的数量 称它为mol 英文可以简写为mol或者是mole 那mol的话呢 相当于有6000亿兆格 也就是在6的数字后面 跟了23个0 可以用科学记号 6乘上10的23次方克来描述它 莫尔与亚佛加绝数 这一莫的原子 它可以用质量来呈现吗 首先我们看12公克的碳粉 如果我们称重碳粉12克 碳的原子量是12 数一数里面会有多少个碳呢 大约就是一莫的碳原子 我们再以另外一个金属为例 铝 铝粉 铝粉的原子量是27 27公克的铝粉 称得27公克的铝粉 里面的铝原子 大概也是有一莫个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把刚刚称得的12公克的碳粉 用一颗一颗的原子去装袋 每10的23次方装成一袋 那么你把这些碳粉呢 可以分装在6个10的23次方的袋子当中 也就是可以分出6乘10的23次方的碳原子 那为了纪念亚佛加绝先生 有关分子的相关研究 我们把6乘上10的23 这个数字称为亚佛加绝数 简计为Na 分子也是如此 氢的分子量是2 氧的分子量是32 水的分子量是18 那么2公克的金分子 32公克的氧分子 和18公克的水分子 这里面的数量是多少个分子数呢 是的 都含有一莫尔的分子 也就是这些分子数 都是6乘10的23次方个 也就因此 我们选用这样的一个数量单位 莫尔 就可以把分子量或原子量 与聚观的质量 做一个转换跟连结 莫尔与质量的计算练习 各位同学 让我们利用两种原子和三种分子 搭配不同的莫尔数量 来练习理解 物质的质量 可以如何跟莫尔数 做一个连结与计算 首先 我们以氦原子为例 氦的原子量是4 表示一莫尔会是4公克 如果我们今天选取三莫尔的氦 那么氦的质量 可以称的是4乘上3 也就是12公克 原子量是4 表示每一莫尔就是4公克 如果我们今天取三莫尔的氦 那么质量就会是4的三倍 4乘以3等于12克 再来我们以水银原子为例 水银的原子量是200.4 一样如果我们取三莫尔 一莫尔 两莫尔 三莫尔 那么水银的质量可以称的是200.4乘上3 也就是601.2公克 如果我们选取氮分子N2 它的分子量是28 也就表示每一莫尔是28公克 那么三莫尔的氦气可以称的质量是28乘上3等于84公克 如果我们把数量减少呢 一样的道理 当我们选取0.8莫尔不到1莫尔的氦气 那么这个氮气的质量就可以用28乘上0.8得到22.4公克 二氧化碳分子分子量是44 0.8莫的二氧化碳也是不到1莫 可以称得质量是44乘上0.8等于35.2公克 如果我们选取的是5莫尔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分子量44 5莫尔12345 可以称得的质量是44的5倍 44乘以5等于220公克 液态的二氧化碳分子量是46 如果今天取5莫尔的义存 可以称得它的质量是46乘上5 可以得到230公克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只装2分之1莫尔的义存 它的质量就会是46乘上2分之1 得到23公克 经过这样的练习 同学可以对原子分子的质量 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吗 莫尔与原子数和分子数的关系 一打饮料12瓶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我们生活上常常应用到的一个数量单位 一打是12瓶 那么半打 也就是12乘以0.5 得到6瓶 如果放大呢 两打饮料会是12乘上2 24瓶 三打饮料会是12乘以3 36瓶 同样的道理 计算原子跟分子数量的时候 数字非常的大 我们以莫尔为单位 1瓶是6乘上10的23次方个 那么0.5瓶的碳原子 那就会是0.5乘上6乘10的23次方个 也就是3乘以10的23次方个碳原子 两瓶的碳原子又是多少个呢 那就是2乘上6乘10的23次方个 两瓶相当于12乘以10的23次方个 科学记号可以表示成1.2乘以10的24次方 三瓶碳原子又是多少个呢 以此类推 1瓶是6乘10的23 3瓶就是3乘6乘10的23次方 等于18乘10的23次方个 科学记号可以再表示成1.8乘10的24次方个 那5瓶的碳原子呢 我们再练习一次 1瓶是6乘以10的23次方个 5瓶就是5乘上6乘以10的23 也就是30乘上23 5瓶也就是3乘10的24次方个 综合前面的推论 我们得知 多少瓶的Y粒子 就可以用多少乘上6乘10的23次方个Y粒子 此外 由于分子是由原子所组成的 我们也可以用多少莫尔的分子 去推算出其中含有多少莫尔的成分原子 以水分子为例 水H2O 1莫尔的水分子有多少氢原子和多少氧原子呢 1个水有两个氢原子组成 所以氢的原子数会是水分子数量的两倍 氢原子会有两莫 氧原子会有一莫 在一莫的水分子当中 氢的原子数是2乘6乘10的23次方个 而氢原子则是1乘6乘10的23次方个 三莫尔的水分子 每个水分子有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氢原子组成 因此 三莫尔的水分子当中 氢原子会有3乘2 6莫尔 氢原子是3乘1 3莫尔 氢原子 它的数量会是3乘2 再乘上6乘10的23次方个 而氧原子则是3乘1 再乘上6乘10的23次方个 0.6莫尔的水分子呢 那么氢原子数量 则是0.6乘上2 也就是1.2莫 氧原子的数量 会是0.6乘上1 也是0.6莫 因此 氢原子的个数 可以用0.6乘2 再乘上6乘10的23次方 而氧原子的个数 则是0.6乘1 再乘上6乘10的23次方 同整整数的立体 分子数与原子数的关系 我们可以整理成这样的一个表格 一个水分子 由两个氢原子 和一个氧原子所组成 因此 一莫尔的水分子 就由两莫尔的氢原子 和一莫尔的氧原子所组成 而3莫尔的水分子 氢原子的个数 可以用3乘2 再乘6乘10的23次方 去计算 0.6莫尔的水分子 它的氢原子数目 这是0.6乘2 再乘上6乘10的23次方 至于氧原子的个数 和水分子之间 是1比1的关系 所以氧原子个数 就跟水分子的个数 是一样的 从聚观到围观 让我们由乙子的质量 去推算粒子的数量 一莫尔原子的质量 称为原子量 所以原子质量 可以等于原子量 乘上莫尔数 来进行计算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例题 碳的原子量是12 在12公克的碳 当中会有 多少个碳原子 原子质量和原子量的比值 可以推算出原子的莫尔数 因此12公克的碳 比上碳的原子量12 可以计算出1莫尔 因此这1莫尔的碳原子 也就有6乘上10的23次方个 也就是说 12公克的碳 相当于1莫尔 其中有6乘以10的23次方个碳原子 我们以图形解说 来进行进行进一步的理解 12公克的碳粉 可以分装10的23次方位一代 可以得到6代 也就是可以得到6乘上10的23次方个 也就是1莫尔数量 氢的分子量是2 那么24乘以10的23次方个氢原子 可以组成多少氢分子呢 它的质量又是多少公克 同学可以想一想 好的 两个氢原子组成一个氢分子 因此24乘10的23次方个氢原子 可以组成12乘上10的23次方个氢分子 而12乘以10的23次方个氢分子 相当于2莫尔 氢的分子量是2 表示1莫尔的氢是2公克 那么现在有2莫尔的氢分子 它的质量就可以用2乘上2 得到4公克 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用图形来进一步理解 首先氢原子的数量 可以得到12乘以10的23次方个氢分子的数量 这个12乘以10的23次方个氢分子 也就是2莫的氢分子 1莫的氢是2公克 因此2莫的氢 2乘上2 可以称得4公克 根据这两题的说明与讲解 同学 同学 可以由聚观的质量 进一步去推散出围观的粒子数了吗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